这四种运动适合40到60岁的人 除了快走和慢跑 给40到60岁的朋友推荐以下四种运动 第一就是腐活针 它可以强壮你的心脏提升你全身的力量 开始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循序渐进 让数量逐渐增加 大概过个半年的时间 你就会拥有一个非常强壮的身体了 第二平板支撑 它的好处是非常多的 首先它能够平衡我们肩胛过位的力量 强化我们身体的赖你 同时也会增加我们身体的移民度 很多人觉得平板支撑是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 其实没有这个必要 大家可以试试间歇性平板支撑的方法 每次做个十秒 然后休息三到五秒 如此循环多做几组 第三下蹲 有研究显示下蹲五分钟相当于走路一个小时 当然不同年龄的人有不同的蹲法 60岁的朋友建议靠墙半蹲 50岁的朋友可以借住椅子来进行半蹲 40岁的朋友可以用哑铃来做深蹲 第四靠墙伸腿 我们可以把腿整个靠在墙上 与身体呈垂直90度 如果你在平时入睡比较困难 建议可以在睡前多加练习 通过这个运动可以帮助改善我们脑部的血液工艺 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 随着我们年龄的变化 运动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亮丽而行 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和运动时间 关注我了解健康知识不明 抖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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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